年年都有最难就业季 大学生就业怎么就这么难呢 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就是 大学生就业男是眼高手低吗 大学生就业男年年说年年题 前阵子孔一己文学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学历是我下不来的高台 更是孔一己脱不掉的长山 这种毕业季事业的苦闷令很多年轻人共鸣 不过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就有政协委员提出 化解就业男不能围着假问题 费尽力气找答案 主要的男还是男在岗位的供给上 而不是高校和学生身上 因为这才是主要的矛盾 板子不要打在学生的身上 那么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呢 大学生就业男 其实是国内整体就业市场矛盾的几种体现 在过去的一整年 互联网 房地产 教培 三大校招巨头都熄火了 大量的高附加值岗位流失 影响了就业规模达到百万级 出现了很多行业的全面减缘 所以大学生的就业出路 也肉眼可见的在收窄 因此部分应届毕业生考研考博延迟就业 考工考编的热度也居高不下 这都是学生在面对风险长考时 主动选择了更稳妥的路 但是扩考本身只是将就业的压力不断后推 蓄水终究是要放水 终究要再次的涌入就业市场 而坑位少的另一面 就业的需求却是连年增多 但是现在的问题并非是脱不掉孔一级的长山 而是长山很可能已经不再是长山了 2023年将有1158万名应届高校毕业生 比2022年增加80多万再创历史新高 再加上近百万归国留学生 今年大学毕业生的总量可能达到1250万以上 还有数量不小的2021届22届代久业的学生 光是听着就觉得压力扑面而来 但是如果你注意到1250万大学生中 已经接近新增劳动力的80% 这个数字意味着大学生在今天 很可能只是普通劳动者了 财新网有一篇文章 作者是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 他就很明确地说 我们仍然在错误地用精英教育时代的尺子 衡量今天大学生的就业和发展定位 高等教育在快速普及化 而我们的脑袋却还停留在精英教育时代 所有的人都发生了错位 这不仅仅是大学毕业生 但是回过头来说 这个错位是如何发生的呢 让高等教育快速普及化这个政策的初衷 自然也不是想让更多的应届生去送外卖 去工厂打螺丝 那么这些矛盾到底是放不下的身段 还是政策与需求的搓配呢 对此你是怎么想的呢 你想想的erape chuck